與施敏青對談上一次講到世界局勢的改變 引致營商環境的一些怎樣面對 施先生其實你想了怎樣面對嗎 其實怎樣去面對呢 見基於你覺得形勢會怎樣改變 香港以前做什麼角色呢 就是做中國和西方之間的僑良 即是中國缺乏的物資 香港從西方辦回來就運進去大陸 這個在韓戰、越戰的時候很多 當時還很多是做走私 但是當時香港人有很多做這類型的事情 到中國改革開放 它將外邊的不僅是外國的 香港也有很多資金去大陸 香港外邊的生產技術 企業管理的模式都引入大陸 又將大陸的產品帶向世界市場 這個是以前香港扮演的角色 但是如果中美交惡 人家關門 人家都不光顧你了 會不會這樣 不光顧你便沒有了很多生意 但是會不會因為內地和美國交惡 我們反而窗口角色 你覺得真的會沒有了 內地對香港的需要 當然一樣存在 如果不存在它都不會一國兩制 到這一刻都還有很多特殊性給香港 但是當世界制裁它的時候 一條橋那邊已經截了不通 那邊還有人上橋 上到那邊又走回頭嗎 明知走不通 那條橋都沒有人走 你想收過路費都沒有得收 所以香港很多以前做的生意 可能就會難做了 或者你都要找其他 美國不做你的生意 歐盟做少些生意 歐盟還有一些 在歐盟的態度和美國的態度有少少不同 但是美國始終是大佬 大佬講的你都要給點面子 所以我相信歐洲的生意 即使保留都少了一段 那你就要跟東盟做 要跟非洲國家做 那你變了要去做一些 以前覺得沒有那麼好做的生意 但是你將來生意在那邊 你都要做的 所以我相信香港要重新訂位 重新爭取新的客奴 另外亦都可能有些是 直接服務內地的生意 譬如你的財務、法律 可能都要服務內地的客戶 你的文章裏面提過 就覺得做創業、做經紀人 就可能會比做專業人士好的 不是 而是社會需要有人做生意、做經紀 你才能養到專業人士 專業人士 沒有人養他不行 即是你沒有人賺到錢 怎樣去給醫生、請律師、請回計師 你得了很多人這樣說 當然 經紀當然是被人看不起 但經紀就有機會突圍 你當然看不起專業人士 看不起專業人士 即使他們真的要人養 我們要去賺錢 所以我自己覺得 將來香港都是繼續需要人去開拓市場 去聯繫一些 以前可能光明地聯繫 以後可能要做少少桌底 你叫專業人士做桌底 他很害怕 做經紀 他就會 你講得難聽一點 他就走軌道 他會用期 他們走正 即是以政治國 以旗用兵 這個時候 可能要用期 當然是生意人去做 即是大家都要摸摸生意 以後怎樣做 其實生意的部分 我們先講到這裏 下一節回來 我們又講一講 其實生意之中 香港的地產市場 其實我也有些問題想問問施生 待會我們回來繼續談 做一些事 我們會直接講一講 感谢观看